下面那句讲什么 刚刚咱们说了一下这个查询 里边的条件查询里边像模糊呀 像这个逻辑呀 以及像这个条件 是不是咱们刚说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咱们说这个 说这个什么呢 叫犯个查询 很好理解 知道吗 比方说我记下了一个需求 查询年龄为18 或者 那我会怎么多呢 你会怎么多 select name from students 那是whereA字等于48 哦A字等于三次 请问信不信 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百分之百的 来咱们试一下 查询 走 你看没问题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 这个信息出来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年龄 所以说咱们得验证一把 来A字 把这个A字给它写上 要么18 要么34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你了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有个需求 我想查询 比方说等于 我看还有多么大的性命 from students 比方说我想再查询等于一个这个叫做12 那我怎么写 O A字等于12 请问是怎么写吧 百分之百是怎么写 按照咱们之前的方式 那个流程一定是怎么写 但是同学们你怎么写完之后 你就牵扯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接下来要是再查询18 49 20 21 或者是其他不连续的 你将来怎么写下来 是不是就很可能就很费劲 这样的社会语句是相当不给力的 那么怎么办呢 用接下来单位数的范围查询 范围查询又硬 很类似于咱们原来的 if什么什么 in什么什么 很类似的 那么这个地方 select 我直接复制一份 select name is from students where 这个地方就不再怎么写了 is in 抗起来 比方说12 对话 18 对话 好了 加上这个东西 加上这个分号 看着 懂你 你看 这里边有18 有12的 是不是有34的吧 请问这是连续 还是不连续 不连续 你既然能写三个 当然可以写四个 先进五个了 这是非连续的 in 在一个非连续的范围之内 那么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not in 是不是和咱们之前学的那个if name in 什么什么 if什么not in 什么是很类似的 这个应该类比到咱们之前所学的这个pattern 是一个道理 not in 在这个地方 not in 啥意思啊 翻译过来 只要不是12 18 34的 是吧 走 你看 只要不是18 12 34的 你看 这里边没有一个18 没有一个12 没有一个34 因此就验证了 不再非连续 就是not in 非连续用这个括号 注意点 是这个括号 用非连续 那么连续的用between and 如果我接下来想要查询一个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打个比方 皇上选飞的 是吧 S7 飞到24之间的 那怎么选啊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连续的范围 select name in is from students where is 什么的呢 between 18 and 34 他既包括18 也包括34 而且他们之间的范围 也包括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好了 咱们谁来个 咱们查一下 怎么看 18 27 25 20 还有20几 28 29 大家发现最高的34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全部都有吧 连续用between and 那么不在这个连续范围之内 就用什么呢 用note between 用note between 来看这 select 什么什么 from students where 大家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了note between and 那么这个 咱们可以看一下 查一下 试试啊 来看这 看年龄 看年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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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不在这个18到30之内 这就是它了 note between note between 说到这个地方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地方 要注意 这个地方 这句话呢 是失败的 select 清华 from students where note 按照咱们原来说的 note 你想把谁当作一个整体 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 切记这种说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note between 它是一种用法 而不是说的这个原来的note 如果你把这个地方扩起来了 那么这种方式就不对 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 所以你有这个语法 透过了吧 比tune按的不对 写错了 比tune按的不对 那么这是一种用法 这种是失败的 失败的 那么这种 我写的这个地方给大家强一点 那这种又是个什么东西 来注意看 请问 这一坨 这一坨 是不是已经是个范围 A字 比tune18按照三次 请问是不是A字就在大于等于18 小于等于三次 是不是之类了吧 那么我 这个是个整体 我前面加个note 请问是不是表示了 对这个整体的一个否定了吧 是吧 对这个整体的否定 就相当于 你这种写法 是允许的 这种写法是允许的 因为 你只要有note between 你必须是必须爱的那么想 OK 你看 我把这个东西抹掉 大家看 select他from from谁呢 稍微写了 select他from他 然后 为A字 比tune按的 请问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吧 我都在这个整体范围之内 我前面不就是加上note 可以在前面加 确计 不能用这种 就行了 为了好记忆 你不要记我这种办法 你不要记我这种办法 因为将来有可能就乱了 那么怎么做呢 你就记住note between 按的就可以了 听懂了吧 虽然这种用法也行 但是呢 你这种两种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乱了 你就记一种就行了 记一种就行了 好了 这两种都可以 咱们试一下这 这个依然可以 但是加括号的这个就不行 好的 我刚给大家讲解的范围查询 懂解一下 主要讲了 你带括号的一种 就是带非连续 你用between按的 是不是连续啊 不在这个范围 那就是note 不在这个范围 那就是note 请问是个道理吧 那么范围查询就算了 那么还有一个简单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空 判断空 判断空的时候 和咱们原来学过一个东西 思想几乎就是一样的 我问大家个问题 我问大家个问题 看着 假如说当前是patter在吗 我问了 这个问题是这样 一个a等于浪和一个a等于一个z什么区别 a等于你否则的浪一些浪一下就是a等于浪或者是a等于浪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意味着变量a 谁也没指向 就是没有一个指向 就是我谁都不指向 这可以了吧 那么如果a等于空字符串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字符串对象里边数据为空 但是人家有空间 a指向的那个空间而已 这么说理解了吧 听得清楚了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切交 看完两个是不一样 当咱们去判断一个东西的时候 判断是否是那的时候 咱们可以怎么写呢 is not 听得清楚了吧 如果你要是在patter里边 那就是is not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is not 你可以判断它是否为空 那么同理呢 在咱们的这个circle里边 你判断是否是为空的时候 就相当于它谁也没保存 用什么呢 用is not 不是 那就是is not了 is not 好了 看着 select 我们看着啊 新花 from students 然后我们一起判断条件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一列里边 这个字段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 是不是为no呀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没有写入数据 我想判断判断 身高不为空的 那怎么做 或者说身高为空的 又怎么做呢 咱们先来一下 判断身高为空的 select 新 from stoolings over 怎么写的呢 height is not 听得清楚了吧 用它来判断 看着 粘贴 找到了 那么这个now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大写 OK 也可以 甚至是你得把一个大写的 甚至其他小写的 是不是你们看 是不是也可以吧 像这种东西啊 这个now 小写大写都行 小写大写都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是不是交了 我就把这个为空的 是不是找到了吧 is not 就表示你这里边没填值的那个 为now 那么is not now是什么呀 不为空的 不为空的 is not now 大家看 所有的这个身高这里边 是不是必须都有值 没有值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不显示 全部被过滤掉了 is not now和is now 来判断 他是否为空 只要为空 就他谁也没指向 只要不为空 他一定是指向一个东西 is not now is not now 我刚刚也说过了 这个地方这四个字母 还可以这么想 甚至是还可以有大的 有小的 是不是都可以啊 随你 你爱怎么想 随你爱怎么想 这个都可以判断是否为空 那么条件 通常基本上 咱们基本的什么条件查询 就是这些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另外一个东西 排序 咱们的转称